云南的游客 云南充满原始力量的民族艺术的魅力 作为云南原生态文化 具有代表性的实景演出 云南印象中许多精华的音乐舞蹈 都脱胎于一个叫做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学校 而创办这所学校 令几乎绝迹的民族艺术 得以保存的 是一位眼神清澈的老人 刘晓金是当时云南电视台的导演 他跟拍了田丰创办传习馆的整个历程 1985年 田丰来到云南采风 作为中央乐团的一级作曲家 他希望在云南深山里 找到他的新作品 屈原的灵感 云贵高原 这个古代人类文化发源 迁徙和交流的重要地带 还完整地保存着人类文明的原始文化 田丰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艺术宝库 他在这里找到了音乐的源和根 然而云南民族艺术快速流失的现实 加深了田丰的忧虑 几经调研 他最终选择在民族文化保护基础 这时候他就让田丰老师内心都特别难受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文化 它流失的速度太快了 尤其是随着这个老人一走 没有传下来人亡一绝 在安宁的文化传习馆中 来自云南七个民族多个知系的老艺人及年轻学员 被聚集在这个文化乌托邦里 燃起保护民族艺术的火种 然后他说那小杨 这个你做我们的这个副馆长 我做馆长 他说好啊 田丰将老艺人和学员请来 不但不要各民族学员付学费 还每个月发放给老艺人及学员补贴 老艺人言传身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歌舞 希望以此保存异族珍贵的民族艺术 田丰老师他的办馆原则就是求真境变 传统永存 我们重点要抢救保存的传承的主要的内容 是原来的民族文化 然而在守护传统文化的道路上 传席馆困难重重 1997年 安宁市政府为解决传席馆的办学难题 免费提供了位于太平乡侧额的房屋 一辆可以用来下乡采访的小货车 以及只要付极低租金租赁的3800亩山地 这一些动态的活着的传统文化 不进行保存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对下一代人的犯罪 田丰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努力 云南民族文化传细馆是一所最贫穷 也是一所最富裕的学校 是一所最守旧 也是一所最创新的学校 是一所最平凡 也是一所最伟大的学校 2001年 由于劳累过度 田丰因肺癌逝世 弥留之际 这位新系彩云之南的老人 依然惦记着他的传席馆 与民族艺术的保护 在安宁 传席馆的师生们常常会思念田丰 盼望着与他一起继续传承古老的音乐与舞蹈 此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让所有希望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们欣慰不已 在田丰等一大批有识知识的倡导下 2005年 国务院颁布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 并制定国家 省 市 县 共四级保护体系 随后 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 建立非遗传承人制度 保护级传承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等十个类别 到目前为止 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068人 作为先行者 田丰保存传统文化的梦想 正在从国家层面全面实现 短短七年 田丰与他的云南民族文化传席馆 在安宁保存了大量的民族艺术瑰宝 至今 在云南映像 这场民族文化的盛宴中 观众还能亲眼看到 田丰拯救保存下来的海菜枪和绿春骨露 这铿锵振奋的旋律 不仅传唱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更代表中华民族文化 走向了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